來到櫃台前準備領取好幾大袋訂購飲料 總共有30杯數量多而且價格也不便宜 花費1萬多元全都是他買來邀請同事的 就是想為了一個嘗鮮來買買看 大家開心啊我就開心這樣 原來之前新竹一杯超過300元的高價手搖飲掀起討論 舊男子認為飲料店老闆在規劃產品時一定有策略和評估 加上好奇味道如何決定自掏腰包買來請同事喝 很開心我覺得這是喝一個感覺 跟已經已經不是口感的問題了 我覺得今天有人願意自己花錢去付出 那是一種感受其實那已經超越價值了 同時都表示主管花錢買大家的快樂 甚至還有人喝到晚上睡覺都捨不得丟掉 直到隔天還繼續喝 不過飲品單價高訂單詐騙又層出不窮 業者一開始收到大量訂單難免有些疑慮 他是蠻驚嚇的 他在想說我會不會是遇到詐騙來騙單 然後幹嘛了怕做那一堆沒有人來拿 其實我們那個訂單其實做了大概將近也是一個多小時 稍微擔心但是其實不太會 因為我們的客人都算好客人 飲料高價引發討論 也沒嚇跑消費者反而增加三成銷量 不過有主管霸氣請客 也有人直言不用幫店家拉廣告 一杯手搖引價位相當於好幾餐的餐費 業者想做出市場區隔消費者接受度不一 TVBS新聞陳世銘尼鲁新竹查報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